那如何改善臺北的內湖交通 成為了首都選戰的攻防焦點 民進黨參選人陳時中 是提出了三件改善 主張是利用八年完成捷運的環東線 那臺北市長柯文哲就認為 這個二十年的問題 不要幻想用一兩天就能夠解決 據副市長黃珊珊是表示 陳時中提出來的部分政策 涉及到高工局業務 歡迎高工局來討論 而國民黨參選人蔣任安就表示 要從時間空間和運聚等方面來進行解決 內湖交通問題成為台北市長選戰焦點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七號舉行首場證件發表會 及端出解決內湖交通政策牛肉 除了透過道路工程 減少車流流向平面道路 以減少擁塞 並建置穿越基隆河的提頂塔油地下通道 穿越地下連通道穿越基隆河 直接接到塔油路 這條動脈一旦起來之後 那能夠減低我們這個大值內湖到 我們中山信義的一個壓力 陳時中主張八年內完成捷運動環線工程 更建置北市府逃避問題 所以就由他來提出解決方案 對此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表示 陳時中所提部分政策涉及高工局業務 關於高工局來討論 柯文哲強調內湖交通在過去八年有變好 二十年造成的問題不要幻想一兩天可以解決 爭取臺北市長大位的國民黨參選人蔣萬安則說 未來必須管理建設並行 與民眾做最好的溝通 要從時間空間運聚等方面來解決 蔣萬安還批評陳時中 執政不甘是漫天開架隨意承諾 水戰開打誰能解決內湖交通 也成為市民檢視的重要指標 記得趙宇辰朋友組邱福財台北報導